一走进活龙中心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社团看板 社团向来是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有别于课堂上的知识 提供学生另一种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是国标舞社 所以像这种舞蹈呢 是在课堂上是学不到 然后再来是能够认识就是别系以外的朋友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是因为我是社长 所以能够学习到就统整 就各干部凝聚力 但是夫妇的社团活动 难免会压缩到学习时间 尤其担任社团干部 往往需要花费更大量的心力 究竟该如何取得平衡 考验着大学生时间管理的能力 接下干部之前呢 就是我已经有先规划 就是说我这学期的学分不要修那么多 那可以把一些的时间留给广播社 我因为接社长 就是我有听说会很忙 所以我这学期我只修17学分 就是我不敢修太多 因为有时候开会 然后有时候可能开河外 那隔天早上的课 可能就会翘掉之类的 升上高年级之后 不少学生在思考未来方向的同时 开始回顾自己的学业表现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大学生是否愿意再一次参与社团 我还是会选择社团 我在吉他社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还是会这样子玩 然后如果说还会再被恶意的话 就可能还是会给他被恶意啦 但是差别就是说 我会更去管理我自己的时间 社团与课业的轻重关系 并没有一定的答案 就看每个人如何规划及选择 只要不让自己后悔 就是最好的大学生活 中正义报记者 陈光华 陈亮珍 中正大学报导